我们今天上课的内容呢 是跟生殖有关系 那下周的那个讨论课的话 主要是要希望同学可以讨论一下 关于这个生物科技的运用上的一些想法 跟有没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 那我们主要是会focus在生殖这一方面 因为这其实是现在被应用的很多的一项生物科技 就是用人工受精的方式去产生后代这样一个方式 所以我们今天会先对生殖呢 做一个人类的生殖呢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我这边放的是那个北极熊 对不对 那他们不是今天的主角 但是这边只是要跟同学提醒一下说 人类的生殖呢 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一些利用一些生物科技的方式 来让人类的下一代可以继续繁衍出来 可是像北极熊的话 因为他们那个在自然界的生态环境 不断的被破坏 还有就是地球暖化的结果 他们其实也面临他们那个繁殖的一个危险性 所以他们的那个族群越来越少 但是他们没有没有这个生物科技去可以去运用 对不对 所以要么就是人类去帮助他 不然就是他可能有一天他就就从地球上消失了 好那针对这个人类的生殖方式呢 我们今天会分这几个部分来介绍 第一部分是人类的有性生殖 那第二部分那个生活史的策略 我们大概不多讲 那重点会放在接下来这三个部分 雄性的生殖系统 雌性的生殖系统 还有就是我们最常遇到的所谓的不孕症的问题 那我们怎么样去运用我们的生物科技呢 去解决这样子的问题 好 首先来介绍这个所谓的有性生殖 那这个有性生殖并不是只有会发生在人类身上 那有很多其他的物种呢 也会有进行所谓的有性生殖 那有性生殖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它指的就是说 它其实是需要两个清代 才能够完成的一种生殖方式 它通常是一个清代的软 会被另外一个清代的精子所受精 那这样子受精出来的结果 所反映出来的下一代 这样的方式呢 叫做有性生殖 那在动物身上呢 通常就是有这个所谓的生殖线 这样的一个特化的器官呢 它可以来产生所谓的配子 那这个配子呢是一个通称 是一个软子跟精子的通称 所以你讲配子的时候 你可以是指软也可以是指精子 那搞完在人类的话 搞完就是一个产生精子的地方 对不对 然后软潮呢是产生软的地方 那我们要进行这个有性生殖的话 必须要有这个交配的动作 那所谓的交配就是 性器官的一个结合 那通常这样子的目的呢 其实就是要去帮助这个精子呢 有办法去到达软子所在的地方 然后让这个软子可以受精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介绍这个雄性的一个生殖系统 那雄性的生殖系统呢 主要是它这个 它的性线呢 就是所谓的稿丸 那英文叫做Testis 那这个稿丸 这个是有一对对不对 那稿丸制造的精子呢 它会在所谓的复稿 复稿内发育成熟 所以在稿丸制造出来 其实是不成熟的精子 它必须要到复稿之后呢 才能够发育成熟 我们等一下会有图片 跟同学介绍这部位在哪里 那这个精子呢 成熟以后呢 它要能够去让软子受精 它必须要从雄性的体内 必须要被释放出来 那这个要释放的时候呢 就是会用这个所谓的 肌肉收缩的方式 把那个精子推出来 然后经由输精管 然后借有交配的方式呢 可以送到那个 抗精卵子的地方去 然后打成受精的一个目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雄性的生殖系统 好那这个椭圆形的像一个蛋 这个地方就是稿丸的地方 对不对 然后那个复稿的地方呢 其实就在稿丸的旁边 这个地方就是复稿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复稿的地方 这边写出来 那英文是表示在这里 所以呢 这个稿丸这边呢 制造出精子之后呢 它必须送到复稿去 在这边 精子才会成熟 那成熟之后 它会送到这个除精囊这边 然后呢 会透过那个疏精管 在这里 这条管子 疏精管 会送 透过疏精管呢 送到这个除精囊 除精囊这边来 那等到他们交配的 球性跟磁性交配的时候呢 要产生这个所谓的射精的动作 那其实射精的时候呢 是借由这个男性的尿道这边 把它输送出来的 所以这个是男性的那个阴精 对不对 penus的地方 然后射这个地方呢 这个是尿道 对不对 所以到时候精子会从这边 透过那个肌肉收缩 然后会把它从这个 那个尿道这边送出来 那送到那个女性的阴道那边去 好 那这边有一些相对位置 其他器官的相对位置 这个是膀胱 所以你看到膀胱 它其实就是连接到 这个尿道上去的 对不对 所以其实那个排尿 跟排精子的是同一条管线 好 那那个雄性的阴晶呢 它是一个所谓的 圆柱状体的器官 那悬挂在阴囊的前面 那其实呢 里面有这个所谓的海绵体这样的组织 那所以平常的时候那个阴晶 它是算是软软的这样锤挂了 对不对 那它如果勃起的时候呢 它会变硬 那它会就是可以立起来这样 那勃起的时候呢 主要就是因为那个血流 那边阴晶这边充血 大量充血 然后造成那个阴晶这边呢 就变硬了 那在这个精液里面呢 它除了精子以外呢 它还有一些那个 从那个除精男啊 或是前列腺 或是其他腺体 它所分泌出来的一些分泌物 那这些分泌物当然是 帮助这个精子的保存 跟运送的功能 好那这边是一个 阴晶的一个构造图 所以这边它是把它一层 左边这张图 它是把它一层一层剥开 所以这边的话 就是尿道开口的地方 对不对 那外面这边 有一层包皮 对不对 这边是包皮 那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血管分布 所以就是因为 它的那个血管分布 非常的密 所以一旦让它充血的时候呢 然后它整个阴晶就可以变硬 那这个是一个横切面图 所以就是这个阴晶 你把它从 从这个方向这样切下去的话 你可以看到里面呢 其实是有这个所谓的 海绵 有这个海绵体的组织 这些灰色的地方 就是这个海绵体组织 然后有这个血管的部位 所以在交配的过程里面呢 这个精子要能够进到阴道 然后再往上走 去跟那个卵子 让它受精的话呢 它一定要有这个射精的动作 那这个射精的动作 其实包括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叫做释放 然后一个叫做驱逐 那释放这个英文叫做emission 那这个是射精的第一个阶段 那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呢 其实那个男性的身体里面 会有这个神经冲动 送到这个腹稿跟输精 送到这个腹稿跟输精管这个地方 造成这个精子呢 它就会进到那个射精道里面 准备要释放出来 那这时候就会有一些那个 分泌物伴随着释放出来 那释放之后呢 它还要想办法把它 就像你那个注射针筒里面有东西 你装了东西在里面之后 你还要有个推力把它推出来 对不对 那里面的东西才会出来 那这个就是这个驱逐作用的部分 所以这时候呢 就要靠这个阴经这边的那个肌肉收缩呢 造成那个精益呢 可以从这个尿道的那个开口 就是强力的放松出来 那因为它有那个强力放松的这样的力量 所以它进到阴道之后呢 就可以就好像射程比较远一样 所以就比较接近卵子 那那个精子事实上需要油的距离呢 就会比较比较短一点了 那这个肌肉收缩所造成的这个精子的释放出来呢 就这个驱逐作用这边 它其实呢是男性高潮的一个部分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睾丸跟精子 那睾丸是Testis 那精子的话英文是Sperm 那这个睾丸呢 它有大概有一些那个残酪的很紧密的 所谓的趋筋小管 那这个趋筋小管里面 就是制造这个精子的地方 那一个成熟的精子呢 它会包括这下面这三部分 它有头部还有中间还有尾部 那一般正常的男性呢 他每一次射精呢 精里面呢 大概会包括上亿个精子 所以数量非常的庞大 所以其实你真正要受精成功 只需要一颗精子对不对 那同学觉得说 为什么需要这么多上亿个精子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需要呢 要不要猜猜看 只需要一颗精子就可以做的事 就可以成功的事情 为什么需要上亿个精子 增加成功率 但他所付出的成本 会不会太高了一点 他只需要一个受精 可是他有了上亿个 上亿个精子 没有 好那我们看 有没有其他同学要帮忙的 要不要猜猜看 你说增加他的成功率 所以他到底什么地方会失败 为什么需要一亿个来帮忙 所以你说可能一亿个里面 可能只会有一个 游得到那个软子的地方 什么 一部分 ok 我再 有没有男生要猜猜看了 可以猜猜看吗 成功的几率比较大 基本上想法是没有错 只是你们会不会觉得那个1比1亿这个比例实在是非常的悬殊 所以其实他除了说 所谓的增加成功的机会 就是说可以游到那个软子那里的可能机会比较大之外呢 他其实呢 软子也不是那样随随便便 他就会让一颗精子进去的 所以他这个要受精呢 其实还是有很复杂的过程 所以他软子外面呢 其实有一层保护的东西 那这一层保护的东西呢 他如果光靠一颗精子 是没有办法穿过去的 所以他其实必须要有很多的精子 到达之后呢 一起去把那个外面的保护层呢 把它融掉 那融掉之后呢 才可能就是有精子可以进得去 那之所以会有只有一颗 那接下来就来了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他需要一群精子一起去做这件事的话 那为什么最后只有一个精子进得去 你有没有同学自告奋勇的 剩下怎样 剩下全都死掉了 那是被那一只进去的精子给杀死的吗 不然怎么那么刚好 其他全部都死掉了 有没有其他同学要猜猜看 请说 因为当一颗精子进去之后 软子的外膜会造成改变 就变得让其他精子再进去 对 没有错 就是当你有一颗精子进去之后 它其实会造成那个软子的外面的那个膜 产生改变 所以它的那个护层墙会又重新筑起 那其他的精子就没有办法进去了 否则你要是同时有超过一颗以上的精子进去的话 那你到时候这个受精卵它的发育就会 就会有问题 好 那接下来这个是搞完的一个放大图 那左边这个是一个卡通图 那右边这个呢 是你把那个 左边这个黄黄的是这个曲经小管的部分 对不对 曲经小管的部分 对不对 曲经小管的部分 然后呢 你把它 它是这样 都是弯曲的 然后你把它拉直之后 你把它切开来 然后去做切薄薄的一片一片 然后去做染色 那染色之后呢 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构 所以这个就是在一个光学显微镜下面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曲经小管它的一个结构是长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是搞完对不对 然后呢 旁边这个是 这个是副稿 所以你看 那个精子在搞完这边形成之后 它会从这边送到副稿这边来 然后在副稿这边呢 才会成熟 那我们刚刚说这个精子呢 其实成熟精子要分成三个部分 它有头部 然后中段 还有尾部 那 它的尾部非常的重要 因为如果没有尾部这样摆动的话 它没有办法游泳 游到那个卵子所在的地方 所以这个尾部的地方非常重要 那因为说它要这样子一直摆动 帮助它游泳前进 所以变成说它是不是要消耗很多能量 对不对 所以其实在它这个尾部的地方呢 可能会有很多那个立腺体的存在 那 同学可能知道说立腺体 其实就是生物细胞要 产生能量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 一个包器对不对 所以它这边会有很多立腺体的存在 好那左边这张图呢是那个 精子呢 在那个电子显微镜下面呢 所看到的一个一个状况 所以你看到这边 蓝色有没有这边都全程 一圈一圈 这其实是这个尾巴的部分 可是因为很长 它都全绕起来 那因为这个它是在那个 驱精小管里面 所以这个精子是 还没有 还没有到达成熟的阶段 所以它是长这个样子 好那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在男性的生殖系统里面的每一个部位呢 它所扮演的功能角色是怎么样 所以稿丸是制造精子跟一些荷尔蒙的地方对不对 然后副稿呢是这个精子 会在这个地方成熟 那它还担任一些储存的功能就是成熟的精子可能会暂时存放在这个地方 那输精管呢也是一样具有储存的功能 但是它同时还扮演这个输送的功能 那除精囊的话呢 主要是提供精液的那个液体的成分的部分 那前列腺也是 那尿道的话呢 我刚刚说了这个尿道其实就是那个尿液也是走这条路线 对不对 然后精液也是走这条路线 那这个烤薄线呢也是提供精液液体的成分 跟这个除精囊还有前列腺是类似的功能 那这个阴晶呢整个结构呢 主要就是一个性胶的器官 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雄性的一个荷尔蒙的一个调控 那在那个夏氏丘这边呢 它就是会释放这个所谓的GNRH 是促性线激素释放素 所以很显然从名字上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它会去调控那个性线的激素的释放 那夏氏丘释放出这个GNRH之后呢 它会再去刺激这个脑下垂体 那夏氏丘是在脑部里面 那脑下垂体呢 其实是在脑部的外面 就在脑部的旁边 在你的那个咽喉上去一点点 那个地方其实就是脑下垂体所在的位置 那脑下垂体呢 这边可以分泌很多不同种类的荷尔蒙 那其中一种呢 就是会来调控这个性线的分泌 所以这个夏氏丘这边呢 释放出这个促性线激素释放素之后呢 它是会来刺激这个脑下垂体呢 去释放这个所谓的绿泡激素啊 或是黄体成长激素啊 然后去促进这个精子的精子的生成啊 跟一些那个性线荷尔蒙的生成跟释放啊 所以男性的那个性线荷尔蒙呢 主要就是这个搞固酮 Testosterone 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夏氏丘这边呢 会释放这个GNRH 然后释放出来之后呢 送到这个脑下垂体这边来呢 那会再去刺激脑下垂体 释放这个FSH或是LH 那这两个呢 分别再去刺激睾丸 然后促进这个睾丸的精子的生成啊 还有这个Testosterone 那个搞固酮的生成啊 搞固酮就是所谓的男性激素 对不对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进到这个磁性生殖系统的部分 那你们知道说那个一般来讲 那个女性的话大概一个月是排卵一次 对不对 那在排卵的时候呢 这个所谓的软母细胞呢 它会就会从那个卵巢呢 释放出来 然后会被送到这个疏软管的结构里面去 我们等一下会看一个图片来解释 会比较清楚 那通常呢 这个受精产生 作用产生呢 其实就是精子遇到卵子的时候呢 通常是在这个疏软管里面 然后变成受精卵之后呢 它在疏软管里面再往那个子宫这边移动 然后最后就是会落脚在这个子宫的地方 那那个胚胎呢 就会在子宫这里发育 所以胚胎呢 胚胎呢 它就会植入在这个所谓的子宫内膜的地方 那所谓的子宫颈呢 它的那个开口呢 其实就是通往这个阴道了 我们等一下可能看图片 还是看图片比较清楚 那磁性的生殖系统呢 它是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个 卵巢啊 然后疏软管啊 子宫之外 还有这个所谓的外部生殖器 外部生殖器的话 通常就是统称为这个阴门 那这边有所谓的大阴纯小阴纯 那 还有这个所谓的阴地的部分 看图片好了 所以呢这个就是女性的外部生殖器官 对不对 有这个外部这边是所谓的大阴纯 然后这边是小阴纯 那阴地头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是腹部这一面对不对 然后女性的尿道在这里 阴道在这里 所以女性的尿道跟阴道是分开的 他不像男性的尿道跟输送精子出来的地方 是同一条管道 女性是分开的 好那左边呢 这个图是从侧面去看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尿道的部分 那所以上面这个是膀胱对不对 那阴道的话是在这边 阴道开口是在这边 那这个是阴道 那阴道的末端呢 其实就接到这个子宫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就是所谓的子宫颈 在这个阴道跟子宫要接触到的这个地方 就是所谓的子宫颈 那这边是这个 这一坨是阮槽 然后这个是疏软管 所以这个阮槽把阮子释放出来之后呢 他会被那个疏软管这个尾端 好像有一只手一样 他会把那个阮子呢 给扫到那个疏软管里面去 所以他就会沿着这个疏软管 这样一路走走走走 然后走到子宫来 但是通常呢 就是他还在疏软管里面走的时候 他就会遇到那个精子 精子其实是由这个阴道口这边 精子其实就是阴晶是从这边插进去 对不对 所以那个射精之后呢 精子跑出来之后呢 其实是通过这里 然后跑到那个里面去 然后他可以继续 这边疏软管跟子宫是有相连的 所以他会继续往疏软管往上走 所以大概就会在那个疏软管的某个地方呢 精子就会遇到卵子 那受精之后呢 他们再走走回来 走到这个子宫里面去 去 去 着床 好 那 磁性生殖器官的功能 卵巢主要是产生卵子 还有一些磁性荷尔蒙 对不对 那疏软管的话是引导卵子的前进 那通常呢 受精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发生的 那子宫的话呢 就是这个胚胎发育的地方 那阴道的话就是在 就是要交配 能够让那个阴精 送精子进去的地方 那另外一个就是 那个baby要生出来的时候 也是透过阴道出来的 好 那 卵巢呢 它可以释放卵子 对不对 而且可以产生一些 那个磁性激素 像这个动情激素 英文是Estrogen 还有一些黄体激素 英文是Progesterone 那卵巢的周期的话 通常就是 通常大约是一个月排卵一次 那这个呢 卵母细胞呢 它会从一个所谓的 一个囊状的一个卵炮呢 释放出来 那释放出来之后呢 那个 之后那个绿炮 绿炮它会继续发育成为黄体 那如果最后没有怀孕的话 这整个就会就会退化掉 然后就又从另外一个新的卵巢周期又开始 好 所以呢 这张图呢 可能就会看了比较清楚 那个子宫跟疏软管之间的关系 所以下面这个是 这是阴道 阴道进到这里是子宫颈的地方 对不对 这边是阴道 然后进到这边是子宫颈的地方 所以精子是从这边送进来对不对 送进来之后 它会继续往上走往上走 然后呢 它可以走到那个疏软管里面去 那卵子呢 它是从那个 所以它每个月呢 假设这个月是这边的卵巢释放 可能下个月就是这个卵巢释放 通常是这样左右交替的 所以假设这个卵子释放出来之后 它会被那个书软管这边 有点像那个手一样的结构 就会把那个卵子扫进去 扫到书软管里面去 然后就沿着书软管前进 往那个子宫的方向前进 那在半路上呢 它可能在半路上某个地方呢 就会遇到那个精子 所以精子从这边过来 然后卵子从这边过来 这样子 所以呢 下面这张图呢 是卵巢这边的一个放大图 那你可以看到说 它一开始是这个所谓的初级卵炮 然后发育 发育成那个次级卵炮 然后最后发育成那个囊状卵炮 然后里面的这个卵母细胞呢 就会释放出来 那假设说 它有怀孕成功的 受精成功的话 这个黄体呢 就黄体呢 就会继续就继续留着 可是如果没有受精成功的话 这个软体就会退化掉 那就下个周期又开始 又会产生一个新的那个 成熟的卵子出来 OK 这边同学有没有问题 没有 所以软巢的周期呢 主要是有这个所谓的 绿炮期跟黄体期 那在这个所谓的绿炮期的时候呢 是有这个FSH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从那个脑下垂体这边 释放出来的一个荷尔蒙 它会去促进那个绿炮的发育 那也会去促进那个动情激素 也或是说磁激素的一个分泌 那黄体期的话呢 主要是这个 一样也是从那个脑下垂体这边 释放出来的一个荷尔蒙LHL 它会去促进黄体的发育 那主要是来分泌这个黄体激素 那所谓的黄体激素就是progesterone 好所以刚刚讲的呢 大致上可以用这个图来表示 所以一样的是在夏氏丘这边呢 有这个GNRH这个荷尔蒙释放出来 那释放出来之后呢 会去促进那个脑下垂体这边 释放荷尔蒙 一个是FSH 一个是LH 那分别会是去促进那个 卵子的 卵子的成熟释放 还有这个 雌激素的分泌 那另外LH的话是会去促进那个 黄体的黄体的形成 然后还有黄体激素的释放分泌 好 那刚才讲的是这个 卵巢的一个周期 对不对 那配合上卵巢的周期 其实还有所谓的子宫周期 那所谓的子宫周期 其实就是同学熟悉的那个月经周期 那所以在卵巢周期里面呢 其实不同时期 刚刚同学有看到不同时期 会有不同的荷尔蒙产生 那这不同的荷尔蒙产生之后 它其实会去影响到那个 子宫内膜的一个状况 所以在子宫周期的前五天的时候 是所谓的月经来的时候 对不对 它子宫内膜会分解 那分解之后就崩落 对不对 所以就会是一个出血的一个状态 然后经由这个阴道流出来 那这个子宫内膜分解之后呢 它接下来的六到十三天呢 其实又会开始子宫内膜增后 所以它其实就是每个月都准备好一张床 要等着受精卵来着床 可是如果没有用的话 它就会把它丢掉 然后下个月重新做一个新鲜的 所以这个排卵呢 通常是在整个月经周期的 或是子宫周期的第十四天 就假设说它 如果女性的周期 假设如果是二十八天的话 那排卵通常大概第十四天 那在第十五天到第二十八天的时候呢 它子宫内膜的厚度会继续增加 那等到到第二十八天的时候 如果没有受精卵着床的话呢 那它就会进到这个下一个周期 就是子宫内膜分解 然后又重新开始 所以这张图画出来是一个卵巢周期 那下面是这个卵巢里面的一个变化的状态 所以从第一天到第二十八天 那上面对应的是它卵巢这边 荷尔蒙的一个变化的状态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在那个排卵的时候 就是大约第十四天这附近的时候呢 其实那个体内的这个 跟性线有关的荷尔蒙的量是最高的 这个FSH跟LH都是在这个地方 是最高的 那这个图呈现出来是这个子宫周期 那这边呢 它是相对应的把那个卵巢这边释放出来的荷尔蒙呢 这边用蓝线跟橘线画出来 那下面是这个子宫内膜的一个厚度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这红色的部分代表月经来 那月经来之后 所以子宫内膜都崩落了 所以是最子宫臂最薄的 最薄的时候 然后慢慢的 它子宫内膜又会开始征后 为那个受精卵着床做一个准备 那到了第14天 受精卵 不是受精卵 那个卵子排出之后呢 它这个子宫内膜继续征后 那一直到说 它这个子宫周期快要结束的时候 如果都没有受精的话 那就是月经又会来 那子宫内膜就会崩落 好 那如果说受精成功之后呢 它其实就是会有一个受精卵 在子宫里面发育 对不对 那将来就是发育成胎儿 那除了胎儿之外呢 它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结构 叫胎盘 那这个胎盘呢 它主要是起源于 那个妈妈还有那个胚胎的组织 两边都有 不是单边的 那这个胎盘呢 它可以产生这个所谓的HCG 所谓的绒毛膜促性腺基素 那这个HCG呢 它可以去维持那个 黄体哦 然后可以制造 必须要制造的一些荷尔蒙 那一直到说胎盘 它已经成熟了 可以开始制造 自己制造它需要的一些荷尔蒙之后呢 对不起 所以就是它发育成熟之后 它就可以开始自己制造一些 这个胎儿发育所必须要的一些 一些荷尔蒙哦 那就是说在那个胎儿发育的过程里面呢 需要这个胎盘的存在 那另外呢就是当胎儿 baby出生之后呢 那个磁性的那个乳房呢 它其实也会产生一些变化 那这些变化主要是要因应说 baby出生之后 它可以喂奶对不对 所以它必须要能够密乳哦 那磁性的乳房呢 大概含有15到24个小叶哦 那每个小叶呢 都有一个所谓的乳房管 那这个密乳呢 它其实也是受到荷尔蒙的一个调控哦 它会受到这个催乳激素哦 它来调控哦 这个oxytocin这个荷尔蒙哦 那婴儿出生后前几天呢 那个妈妈产生的是所谓的出乳哦 然后最接着才是真正的乳汁哦 所以那个出乳其实是量非常的少 可是非常的浓稠 所以那个小baby只要吸几滴 它其实就是营养就足够了 但是之后出来了 就会是真正的比较吸的 水分比较多的那种乳汁哦 好那这个是一个乳房的结构哦 所以它有很多的小叶对不对 然后有这个输乳管对不对 然后汇集到这个乳头这个地方来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介绍这个不孕症的部分哦 就在做了对这个男性跟女性的生殖系统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不孕症 那一般不孕症的原因呢 比较常见的话 男性的话通往就是金虫术不够 所以刚刚有特别问同学说 为什么需要一亿个金子 是有原因的对不对 所以如果他金虫术不够的话 他的那个是主要造成男性不孕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在女性的话呢 通往就是那个子宫内膜异味哦 好那当有不孕症产生的时候 因为现在的生物技术很发达对不对 所以有蛮多的那个所谓的协助生殖的一些技术哦 那我们等一下其实会有一段影片给同学看 那我这边先来做一些介绍 第一个是这个非配偶间的一个人工受精 叫做Artificial Insemination by Donor 所以这个是不是来自配偶的对不对 是那种捐捐 譬如说有人去捐金子或是卖金子 那你就去买或者是医院提供给你这个金子 那这边我要特别提出来的一点 就是有可能一个人他捐了金子之后 这个金子其实是可以给很多的那个女性去受精的对不对 所以其实产生的一个现象就是说 其实如果照正常的状况的话 你一个一个女性跟一个男性 如果他们组成一个家庭的话 他了不起可能生个十个小孩吧对不对 可是在这种捐赠的这种捐或是卖的状况下的话 他有可能来自一个男性的 他可能最后这些金子生出来可能有上千个小孩 所以这个在他一个那个 就是整个族群里面的一个基因的分布上呢 是一个很不正常的一个现象 那这个问题也许值得同学去思考一下 那这个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后果 我想以前会出现的顶多就是像以前的皇帝 他后宫加厉三千对不对 他可能会产生很多子带 可是也不可能会像这个说到上千个 就是一个男的有上千个小孩 都是他的小孩 那更严重的是这些小孩 其实不知道他们是来自同一个爸爸 对不对 因为他们都是 对不对 他们不知道他们是来自同一个爸爸 所以有可能会有那个 就是近亲交配的这样的一个那个问题存在 所以这个同学可以去思考一下 好那第二个是那个 四管婴儿胚胎植入 那这个叫做in vitro fertilization 那这个呢 就是比较传统上 就是你把那个精子 爸爸的精子拿出来 然后妈妈的精子也拿出来 然后让他受精之后呢 他变成一个受精卵 那你再把这个受精卵呢 送回妈妈的体内 让他去发育 那这个是那个四管婴儿胚胎植入 好那再来呢 是配子输软管内植入 那这个的话就是 你可能可以把那个 直接把那个精子呢 送到那个输软管输软管的地方去 然后让他在那个地方呢 产生这个受精的作用 那这个特别是对如果说这个精子的活动力不是很好 或者是说他的精虫数是比较低的 那你可能可以经过一个浓缩的作用之后 然后帮他运送到那个地方去 那可以增加他那个受精成功的机会 那再来一个就是单一精虫显微注射 那这个呢 他真的是 就是拿一颗精子 然后直接呢 用一个很细的那个很细的玻璃管 然后把它打到那个卵子里面去 所以真的是一个精子打到一个卵子里面去 那这个是在显微镜下面可以完成的 那你打进去之后 如果说这个这个受精卵如果有继续分 继续发育 就比如说你看到他本来是一个细胞 然后分裂成两个细胞 两个细胞变四个细胞 就是有看到他有存活下去 有继续分裂的话 那你就可以把它选起来 然后送到妈妈的体内去让他继续发育 那另外还有一部分呢 是这个代理孕母的部分 那这个可能就是争议性更大 那我想这个部分呢 我可能就留给你们到那个讨论课大去 讨论一下好了 那至于说 我们有这些 很好的那个生物技术来可以帮忙你那个 有不孕症问题的人解决这些问题 但是呢 还是有一些其他的潜在因素呢 环境的潜在因素 它是会来影响你的那个生育能力的 那譬如说是像环境 过度使用农药啊 那或者是说有过度使用杀虫剂 那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 如果有一种鸟叫做白头雕 这种鸟它的那个 你如果让它处在那个比较多杀虫剂的环境下 它其实它下出来的那个蛋呢 蛋壳它会变薄 那变薄之后呢 造成它那个鸟呢就没有办法存活 那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对鸟会这样 那我想它可能对人类也是有某种程度的影响 那另外就是其他的一些环境毒素 那比较常见的一个大概是塑胶类 因为塑胶大家实在是用了太多了 那譬如说塑胶里面的 某一个成分 0.2甲酸之类 它只要非常低的浓度呢 它就可以影响那个 刚出生的那个老鼠的一个发育的状态 那另外一个就是食品添加物 那所以有时候我们常会吃到一些 我们不应该吃下去的东西 对不对 那所以这些东西呢 其实都会去影响那个 会去干扰我们的一些内分泌 那干扰你的内分泌之后 就可能会去影响你的那个生育的能力 那我刚刚下课前呢 提到说 我们环境里面呢 可能有一些东西 它其实是会来干扰我们的一个 我们的荷尔蒙的一个 分泌状态 那这样子的东西呢 我们有时候会称它说是一个环境激素 那所以刚刚举了一些种类 可能会对我们的生育能力产生影响的 那这边呢 是一个也是另外一个例子 那但是这个就是提供一些数据 一个比较直接的一个证据 就是可能同学有听过所谓的双分A 那这个是塑胶类的一种 那一般来讲 我们其实之前是大家蛮常在用这样的一个塑胶类 就是聚碳酸脂 PC这种塑胶 塑胶材料去盛装那个饮料 那这样子呢 如果你去饮用这样的一个水呢 你其实你可以在尿液里面呢 可以侦测到这个双分A 这个化学成分的存在 那双分A的英文是那个Bisphenol 那缩写是缩写成BPA 所以有时候你去买一些 譬如说像婴儿奶瓶的时候 它会在上面标说No BPA 就是指的就是这个双分A 所以呢 它就是因为这样它证实说 如果你把水放在这样的塑胶瓶里面呢 其实那个里面的双分A是会释放出来的 那而且释放的量还不少 那其实这样的塑胶瓶呢 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用的非常非常普遍 尤其是像那种可以重复使用的那个硬塑胶容器 最常用的那种水瓶 还有这个食物收藏罐的那个蹭理 水管的接着剂 还有那个看牙的时候用的一个那个填充剂 充田剂都里面都有这个双分A的存在 那因为它本身的一个特性 它可以让这个冠状的食物呢 可以放比较久 尤其是汤类还有一些婴儿类的食品类 所以都常常会用 之前都常常会用这样子的材料来装它 那这一两年呢 因为发觉说 就是这个BPA呢 它会对这个生殖还有脑部发育呢 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 它有可能导致人类的一个心脏疾病的产生 糖尿病还有肝脏的不正常 所以呢 有些国家呢 其实已经开始禁止使用那个双分A 来当做一个容器 那台湾据我所知是好像还没有禁 但是我不知道说现在法规有没有不一样 但是国外有一些国家是 譬如说那个 应该是像加拿大的话 应该是就是不能用BPA了 来当做那个装食物的容器 那尤其呢是在婴儿 因为婴儿它还在发育的阶段 那所以如果你用那个 用的那个奶瓶 因为奶瓶大家都知道有塑胶的 有玻璃的对不对 那玻璃的当然是没有这个问题 可是塑胶的话就看是哪一种塑胶材质 它里面可能就是会 有的会含有BPA 那有的是没有 所以如果你用的奶瓶呢 它会释放BPA的话 可能会导致那个 那个小baby产生那个荷蒙分泌异常 那它的脑部发展呢 就会产生问题 那下面这个例子 跟同学提醒一下 不管这个瓶子新还是旧 在那个 不管是在冷水或是温水 这个BPA的释放量跟速率呢 都是差不多的 可是 如果一旦这个水平 去接触滚烫的热水 就是比较高温的时候 那个BPA的那个释放量呢 马上就增加15到55倍 所以就是为什么说 在婴儿上面要特别注意 因为你常常用这个塑胶瓶 来泡牛奶 那温度一定是高的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用的是含有这个BPA的话 它会大量释放 那这个婴儿吃喝进去之后 是会严重的去影响到它的发育的 所以那减少接触BPA的方法呢 就是一个就是不要用微波炉去加热 去加热这种 含有这种BPA的 就是聚碳酸脂塑料的这种食品容器 那辨别这个 这个是不是含有BPA的容器的方式呢 就是如果它是含有BPA 这种聚碳酸脂容器呢 通常我们那个塑胶瓶的底部 都通常都有个数字标示 对不对 那如果是含有这个BPA的话呢 那种塑胶类呢 它其实标示是7 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减少去吃那种罐装食品 对不对 那尤其是像这种番茄这一类的 它其实是会加速那个BPA 从那个塑胶罐里面呢 释放出来 这种酸性物质的话 会加速那个BPA的释放 所以就是你在选择容器的时候 要比较注意 那你是要用金属类的容器 或者是用那个聚乙烯塑料 另外一种塑胶制成的容器 那这种容器的话标示 这个瓶子下面的标示是2 或者是你改用玻璃 或者是那个陶瓷器 或是不锈钢的容器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会比较安全一点 那特别特别就是刚刚提到 在高温的时候 尤其要特别注意 好 那我们今天那个讲的部分 就讲到这里 那接下来呢 我要放一些那个 就是跟 利用生物技术来帮助那些 不运症的人的一些 的影片 真的很多看一下 没见 今天 一起用这个障礼的 明白